这个现场是在花莲市的华东桥上 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工程火警 这是一台刨路车 当时正在进行道路整修工程 疑似不小心挖破了空军埋设的战斗机用油管路 所以火就突然之间烧起来 烧很快而且直窜天际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问题来了 埋在这里的管线是谁埋的 没人承认 大火烧得猛烈 整辆刨路车几乎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赶紧拉起水柱 分成三个方向 紧急灭火 发生大火的地点就位在花莲的华东桥上 地上还看得出来正在施工的痕迹 原来这辆跑路车进行路平专按到一半 深度才挖五公分 就不小心挖到一次是空军埋设的战斗机用油管线 火就这样烧了起来 我们烧下去烧到 烧到后 它因为它是太前了 空军人员货报赶到现场虽低调不愿多做说明 但立刻拿起工具要把油草关闭 有干嘛 新疆已经有了 他们已经把前后通通把关掉了 可是他们还不确定说 他们的油管到底是不是他们 受到高雄气暴影响 现在花莲传出油管线意外 还引发火灾 现场立刻到场关心 只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出面承认出事的管线 是自己的 县府将持续追查管线 移清责任归属 记者辽民专属 花莲采访报道